日本黑女真狂染了一头绿毛 来我们中国挑战张伟丽被爆打翻白眼昏迷 大家好我是小马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场世界比武大会 走进中国山东济南站的比赛现场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的记录大地上 来了一名日本的绿毛拳王 他的名字叫做山田花子 我们看一下视频中右边的这个日本的黑女 她就是山田花子 看她的头发是不是很有个性 除了皮肤很黑 像是一个非洲人一样 就是这头绿毛 特别让人感觉照很亮眼 他应该不知道在我们中国满头的绿毛 是什么这个寓意 什么意思 如果他再戴一个绿帽子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笑他 这个给自己的老公戴绿帽子 好我们看一下视频中右边的这一位就是来自我们中国河北省 这两个地方有很多的战役 有很多的英雄 当然我们全国英雄很多啊 全国性的都有很多 因为这些兵哥哥 哪里人都有啊南方北方 只是这两个地方啊 有很多的战役都在这里 这两个地方打的 哎呦我们看看这个山田花子竟然把张伟丽压在地板上 没像没没看得出来 他竟然有有实力啊 有两把刷子 现在张伟丽把他摁倒在地板上 来一个手臂三角锁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对手锁死在擂台上 只要张伟丽把自己的腿啊身体迈过去啊 就可以将他的脖子锁断 好我们看看现在 哎呦没有成功 我觉得张伟丽应该从上往下狠狠地打他 不要去锁他 哎怎么回事竟然把他放了起来 没有 还没放起来 好侧向压制 哇哦这个位置打起来可是很舒服的 连续打了十几拳 再打一会儿再打一会儿 呜呜现在插住了对方的脖子在打 张伟丽的打法确实啊很霸气 呜呜从天而降的垂击 直接带走 哇哦日本的山田花子已经翻了白眼 大家看一下 就像被打死了一样好喘呐 恭喜张伟丽为国争光 也为自己拿到一场非常漂亮的KO胜利 尽管自己的美股被对方打破了 流了很多的鲜血 不过对于拿下比赛的胜利来说啊 这点上真的不算什么 我们看看精彩的慢镜头 对方的身体一软直接翻了白眼 恭喜张伟丽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记得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偉忍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下厨 中文字幕志愿者 偉、棉栏